记者苏福南弥陀报道,日人大野振情来台徒步旅游,在高雄弥陀海边迷航,找不到落脚处,岗山景分区弥陀分住所远景伸出援手,让他在派出所后方搭帐篷夜宿,并准备热腾腾的早餐招待,让大野振情感动不已。 年过七十的大野振情,万欧梅斯克鲁,家驻日本北海道,以务农为生,他告诉警方,北海道一道冬季冰天雪地,农地无法跟作,他便来台壁东,靠着双脚走遍台湾,此次旅程从墾丁出发,准备走到台南找台湾好友叙旧。 当晚,大野振情走到弥陀海边迷航,弥陀所值班员景叶景峰发现他背着厚重行李,寒冬却身穿短袖短裤,在分住所前徘徊,经上前关心了解事情后,同意让他在派出所后方搭帐篷落脚歇息。 搭帐篷时,大野振情与袁景分享他途中目睹的台湾风情,及警局提供浴室供他灌起和提供处所过夜,都令他倍感温暖。 隔天一大早,大野振情收拾妥当,准备上路时,警方也被拖热腾腾的早餐招待,让他十分感动,留下北海道住址,电话跟袁景说, 邀请袁景们三,四月去北海道让他招待回谢。